在清朝灭亡之后,大清国的妃子们都去哪里了? 我们都知道,大清灭亡的时候,溥仪才刚刚六岁,这个时候他身边是根本没有嫔妃的 而溥仪的上两任皇帝,童之帝和光绪帝是有嫔妃的 在清朝灭亡之前一直居住在紫禁城内 而在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曾颁布了《清室优待条件》 主要是关于清朝后宫安置问题的 在这个条件中,规定清皇室成员依旧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内 但没有了统一国家的大权 但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展开了混战 黄玉祥曾短暂的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在这之后,他便将清朝皇室全部都从紫禁城内赶了出来 那么这些后宫嫔妃的最终结局如何呢? 先来说说童之帝嫔妃的最终结局 童之帝一共有三个妃子 在童之死后,一直与溥仪在紫禁城内生活 也都享受着民国的忧态 他们三人最终都是自然死亡的 光绪帝有一个皇后和两个妃子 也就是玉龙皇后,真妃和紫妃 真妃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当年列强攻入北京的时候 慈禧不方便携带太多人为理由 派人将真妃投入井中 而玉龙皇后在慈禧此后被夹缝为太后 掌管着朝中大事 关于溥仪退位的事宜也都是她所做的决定 玉龙皇后最终在1913年的时候病逝 民国政府念其主动退位的功绩 给了玉龙太后国葬的待遇 活得最久的就是紫妃了 她是真妃的姐姐 紫妃最终在1924年的时候病逝于永和宫中 总的来说 童之帝和光绪帝的嫔妃 除了真妃之外 基本上都得以善终 而溥仪的嫔妃就没那么好运了 那么溥仪的嫔妃们结局如何呢 她是第二个和溥仪离婚的女人 一直活到了2001年 溥仪的嫔妃中 大家最熟悉的两个嫔妃 就是繁荣和文秀 当时清朝虽然灭亡了 但是紫禁城内还保留着小朝廷 溥仪依然被清朝的遗老奉为皇帝 到了婚家的年纪 溥仪按照组织挑选了一后一妃 皇后就是婉容 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后 据说婉容能够当上皇后 除了本身长相俊丽之外 也和紫妃的知识离不开关系 妃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秀 而除了婉容和文秀之外 溥仪还曾娶过两个女子 分别是降贵人和福贵人 这四个女子中 结局最惨的就是婉容和降贵人 而文秀和福贵人的结局还算不错 文秀是第一个公开要与皇上离婚的女人 在离开了溥仪之后 文秀先后改嫁两次 她在建国之后曾担任过教师 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教师的皇妃 但命运弄人 1953年的时候 文秀因为心肌梗塞突然离世 除了文秀之外 福贵人也是和溥仪离过婚的女人 她是溥仪在维满洲国当皇帝时嫁过去的 1957年的时候和溥仪完成了离婚手续 福贵人活的时间最久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才去世 她既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 也目睹了新中国的改革开放 相比其他品妃 她算是幸运的 而相比之下 宛容和祥贵人的结局就要悲惨得多 一个离奇巨事 一个染上了鸦片 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 这是溥仪最宠爱的一个妃子 但却在22岁的年纪里一命无呼 关于她的死因 至今还是一个谜题 她叫谭玉玲 是满洲贵族 她是在17岁的时候与溥仪相识的 当时的溥仪已经32岁了 对这个涉事未深的女子特别感兴趣 而谭玉玲之虽能得到溥仪的青睐 也是因为此时的宛容 被溥仪打入了冷宫之中 所以谭玉玲才有机会成为溥仪身边的女人 谭玉玲是溥仪四个妻子中最得宠的 两人一起度过了五年的如胶四起的生活 但谭玉玲在22岁那年突然一命无呼 至今谭玉玲的死都是一个谜题 在2002年的时候 爱心觉罗的后裔为谭玉玲上了一号 追奉为明贤黄贵妃 最后要说的宛容可谓是大幸负面后 结局最惨的一个嫔妃了 因为溥仪的生理缺陷 让宛容失去了做女人的资格 为此宛容染上了鸦片 从一个精致美丽的女子 最终成为一个满口滥涯的人 之后不甘寂寞的宛容 更是与溥仪身边的两个侍卫私通 最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得知这件事的溥仪气得不行 最后将宛容所生的女儿 扔进了锅炉之中 之后溥仪又将宛容打住了冷宫之中 在冷宫里 宛容彻底疯了起来 终日以鸦片度日 最终死于烟瘾发作 宛容的遭遇 其实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这样一个年轻活力的女子 如果嫁到一个正常的家庭的话 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 但宛容的父亲偏偏喜欢名利 为了所谓的国政 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了清廷当中 总的来说 除了溥仪的嫔妃之外 同志帝和光绪帝的嫔妃 结局还都算不错的 而除了这些嫔妃之外 大多数宫女的结局 其实要好得多 这些女子在出宫之后 也都饿不死 毕竟在宫中什么都学 什么都会 长相漂亮点的 还能在家 就算不在家 也能养活自己